福盛店店員站在門口滑手機 突然刮來一陣強風 下一秒車抬整的瞬間倒塌 店員嚇到放聲尖叫 原本想用肉身阻擋 發現擋不了 趕緊躲到旁邊 倒的時候呢 就是所有的店家 就是男生就來幫我扛起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好險我沒有 就是去 就是抬啦 對 不然我應該被壓死 碰了好大一聲 驚動附近店家 侯幾名壯漢趕緊前來幫忙 風一陣很大 然後我就扶著這個櫃子 然後我們家兩個男生 就衝過去幫他扶這樣子 對 因為這邊風真的很大 我們坐在櫃台 然後聽到一聲很大聲 碰 然後走出去 已經看到整個倒下來了 25號晚上10點多 為在台北市大安區的通話夜市 刮起一陣強風 搭下把重量相當重的車台吹倒 而業者也表示 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但通常他們都有防範 基本上我們都會用通軍繩 然後穿過我們雨棚的那個燈管那邊 然後綁著固定這樣子 條不夠的話 我們用兩條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可能這邊會綁一條 然後這邊再綁一條 然後就是雙重固定 對 然後讓他完全不會晃這樣子 幸好當時車台倒下時 前方沒有客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這回突如其來的狂風 讓車台瞬間倒塌 店員也差點被壓傷 留下驚魂一夜 三選網友好是函台北 參謀報導